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神人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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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正道的主題是神人的祷告 在《列王记》上里面的记载了 以利亚,他是神说喜悦的工人 他充满了神的能力 但他的能力是从祷告而来 若没有祷告,他只是平常人 但因着祷告,他是神的仆人 所以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们去探讨了 以利亚在寡妇的家 所有的预备 但神现在想要更进一步地去预备他 在他能够面对众人之前 神要训练他,祷告的能力要装备他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马上的就去训练祷告 而是我们要遇到一些事情之后才能去被训练 就像以利亚一样 我们来看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现在翻到《列王记》上十七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节 《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节 《列王记》这些事以后 那妇人就是那个家庭的主人的儿子病了 她的病情十分严重 以至呼吸都停止了 《列王记》十八节 于是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南娜,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 那这里是以利亚她所面临的挑战 十七节这里说到,这些事以后 是哪些事以后呢? 而是在神,祂用有一点的油,还有一点的饼拿来喂饱了以利亚和寡妇与他儿子 若你这个星期三有来的话,我们很深入地去探讨了这个神迹 藉由以利亚的信心,以利亚对这寡妇说了这些讯息 你就去做饼,来为神的仆人做饼,先做一个饼吧 那再来,为你的儿子,还有你自己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 但凭着信心,这寡妇去做了 那他们就得到了平安 他们都有食物可以吃 他们也在饥荒里面存活下来 这是神的恩典 但十七节这里却说,这些事以后 在你得到神的恩典之后 试炼或试探就会来到 在好的时间之后 坏的时刻,坏的时候就会来 在你变得非常健康的时候,可能你就生病了 在你的生意越做越好的时候,可能你突然破产 在神祝福你一切之后,你可能会失去一切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相信神还会遭遇到这些患难呢? 但其实我们看圣经就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并没有写说,你今天一信神,你这一生就会平顺 但在圣经里面却去提醒我们,警告我们 在所有的祝福与恩典之后,可能有相反的事情会发生 但这些坏事都有好的旨意 我们来做一个标记,在列王记上十七章 我们现在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六节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第六节,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 第七节,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人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 在这里,彼得长老对我们说了,我们在这一生中会遭遇很多的试验 不只是一个,而是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试验呢? 因为金子若没有经过火炼过,它就不会成为纯金 那如果你的信心今天没有去经过试验,也不会有纯正的信心 那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遭遇这些试验的话,你也不会有信心 那你今天不可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若你今天这一生你都没有遭遇任何的试验 那所以在伊利亚他遭遇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需要去用心地祷告 因为这是他从未遇见过的事 对,他依靠神,所以他能够在饥荒里面存活下来 但现在,接近他的人死了 这个试验就来了 那所以这个事件对伊利亚来说,就是一个祷告的试验 那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日后遭遇了一些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要向神更多地祷告 这是神要我们更多地祷告 因为这可能是个试验 但这个试验却不是你受不住的 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 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 神是信实的,祂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 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要知道,神将我们放在任何的景况里面,都是神祂知道我们能够去承受的 祂只希望我们更相信,多相信祂一点,多祷告一点,多顺服一点 那现在伊利亚遭遇了这个试验 可能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也遭遇一些考验 那所以在这个试验里面,是这个妇人她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们再翻回来《列王记》上17章18节 17章18节 于是妇人对伊利亚说,神恩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 那这里是一个寡妇和一个母亲的反应 他对伊利亚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你做了什么呢? 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让神想起我的罪孽而杀了我的儿子 那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有了这些的反应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有三种反应 首先是这个妇人她想要对伊利亚抱怨 她对伊利亚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竟然到我这里来 这代表什么? 这个可能是她想要对伊利亚说,若你没有来的话,我儿子也不会死 那因为你来到我的家中,你带了不幸,你让神想起我的罪 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当我们遭遇悲剧和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同同反应 因为我们很容易地就会去责备在我们周遭的人 你会怪她说,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 那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呢? 那或者说你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来教会,或是没有在教会待那么久的时间,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非常容易地去责备在我们周遭的人 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但这公平吗? 当然是不公平的 那就站在伊利亚的角度里面,那个时候她可能也什么都没有办法说 但这妇人向她抱怨 但去思考,若伊利亚她今天都没有到这寡妇的家 那这妇人的家会发生什么? 他们可能早在好几个月前就死亡了 因为他们什么食物都没有 他们只有那最后一餐,就等死 但因为神她送伊利亚到他们的家中,让他们能够存活到现在 但她这个妇人却没有去思考思念神的恩典 这其实就是我们,我们不要去怪这个妇人 有很多时候,好事情发生,我们都会感谢神的恩典 但当不幸,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开始去,首先怪传道说 传道你因为来我的家了,所以我就生病了 因为你来我们家探访了,下个礼拜,我的孩子他就闹肚子 当然,如果今天传道来拜访我们家里,有好事情发生,你就会感谢传道 但如果坏事情发生,你可能就责怪他 但这就是我们的软弱 今天坏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怪别人吗? 不要去怪人 因为若没有神,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因为若今天没有神的同意,不论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责怪他人,并不会来帮到这个事件 所以不要怪你的丈夫 也不要怪你的妻子 不要怪你的孩子 不要怪圣职人员 不要怪传道 要责怪自己 若你想要责怪他人,要责怪自己 或者你就不要去责怪任何人,就来等待神 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会开始责怪 第二个反应 而是去反省自己 那这个妇人她知道她自己有罪孽 那所以她说,这个神人他来到我的家中 神想起我的罪,杀了我的儿子 这个不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 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 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却是永生 他这里说到罪的公价就是死 而如果你今天犯罪了 不论多久,你还是会面临死 那当然有些人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神立刻刺死他们 那他们就死了 但对于全人类,就算你今天没有犯了偷盗或杀人等等的罪 只要你还是人 你就会面临死亡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不只是老人家会死,年轻人也会死 不只是生病的人会死,今天健康,但他们会在事件中可能会死亡 不只是想念起我的罪念,所以杀了我的儿子,不是完全错误的 那当我们今天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自我反省 我们是否真的得罪了神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做一个非常深入的反省,你可能会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像约伯 对,那或许这是正确的,那你可能就是遭遇恶者的一个考验 试探 跟约伯一样 但对于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西顿人 她肯定在她的一生里面有犯了许多的罪 她过去也不认识神 所以她去想自我反省说,那可能是因为我的罪,神让这个事情发生 自我的反省 所以当之后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自我反省 或许它不是一个大的,严重的罪 那是否是在我生命里,生活里,神不喜悦一些事呢? 那或是神祂想要改变我的方向 那我们要去思考 那这个妇人她还有第三种反应,是很好的 她去寻求神人 她去寻找神人,而且将她的抱怨告诉她 让这个神人来为她祷告 如果她今天没有去找这个神人说话 她就只是埋葬了她的孩子 这个神迹就永远不会发生 但她去寻求神人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今天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去找谁呢? 我们说你现在感觉不是很好 你会先想到谁? 家庭医生 你要去找家庭医生,因为加拿大有健保 而如果家庭医生今天没有开了,你可能就会到急诊室 那他们就会为你联系专家 那时候在所有的医疗系统里面转了一圈,才会想到要祷告 才会去找传道,然后跟传道说,让教会来为你带导 有很多时候一些事情发生,她告诉长职,告诉教会,告诉传道是我们最后的方法 但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吗? 神希望你将他放在最后一位吗? 神希望你今天不论大小的事,第一个都要去求告他 去告诉神人 但现在大家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在早期,如果你今天一件小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教会来为你祷告 当时的人有非常简单的信心 但现在的人不太一样 他们想要隐私 不要告诉教会 你会跟朋友、弟兄姐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告诉传道 为什么不要告诉传道? 因为传道知道我的问题,他都会打给我 或是他会来反问我,我不想要他来 当然,这个可以,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有隐私 但神会看你的信心 如果你有单纯的信心,你就会来寻求神人 神想要用他的神来医治你,来祝福你 上一周有一个姐妹对我见证 她有在医疗上有些疾病 但她不想要任何人来去访问她 但是却有一个神的工人,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去访问她 看她 对于尊敬,他也让这个工人来看她 她对我见证说,在这个工人来之前 这个事情,她的疾病病痛让她非常痛苦 但当工人来之后 在为她按手之后 她的这个病症就改善了很多 她也没有期待说这个事情会发生 她也知道,这就是祷告的力量,是神人祷告的力量 所以这个妇人她有这样三种的反应 首先她先抱怨 再过来她自我反省 再来她寻求神的功能 或许我们也会遭遇这些挣扎 那我们来看以利亚她做了什么 我们来读十九节 十九节,以利亚对她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 以利亚就从她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 抱她上到自己所住的楼上去,放在自己的床上 二十节,以利亚呼求神说,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也降祸于她,使她的儿子死去吗? 二十一节,然后以利亚三次浮在孩子身上 向神呼求 他说,主我的神啊,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 这里是神他如何去训练以利亚祷告 首先,以利亚先呼求神说,主我的神啊 你让我继续在这个寡妇的家里 那你也降祸于她吗? 那你也因为这样子杀了她的孩子吗? 所以以利亚的祷告是由一个问题开始 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神问问题是不尊敬的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神就一定要赞美去荣耀 但很多时候就不会想,绝对问她问题是不好的 但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人,我们也有情绪 那如果我们来看,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 他们有很多时候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但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都直接询问神 那所以以利亚她有这个问题,她问神说 神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让我继续在这里去杀了她的孩子 降祸于她 那所以以利亚她不明白 她也不觉得神会这么做 那因为若以利亚知道神会这么做的话,她也就不会祷告了 那以利亚她觉得神,她绝对不会因为说是因为让以利亚来到这个寡妇的家中而杀了这个孩子 那所以她的祷告就基于在她这个相信上 她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也不可以发生 这也不符合神的神性,还有她的慈爱 那就算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但这个孩子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死 那所以如果我们去思考,如果这个孩子现在死了,对于神的名来说会是什么呢? 不要忘记,这个妇人她是住在西顿 她是一个外邦妇人 她也不认识神 西顿的所有人都不认识神 那这样,以利亚来了,所有人都会来看这个妇人 那一开始,这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因为神,所以他们有用不完的面和油 但如果这个孩子死了,对于神的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每个人都会开始去亵渎神的名 他们会去说,这个神,祂能够做什么好事呢? 祂只会降祸于我们 所以以利亚说,觉得这事情不可以发生 这个孩子他也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在这个时候死去 他非常的坚定,非常的确定,这个孩子不能这么死亡 这就是信心 那他的信心是基于在哪?怎么建立呢? 以利亚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非常清楚,并且认识神的旨意还有神的信 他知道神不会在现在做这些事情 他不会将这孩子的生命就这么拿走 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基于在他这样子的信心上面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信心 需要对神有信心 但我们信心有多强大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是基于在我们夺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你今天清楚知道神的旨意 你知道,那你的祷告就会有力量,就会有信心 那就像你守安息日 那在你守安息日几周之后 你的上司开除你 那下一个发生什么呢? 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抱怨 你就会对神说,神啊,我守安息日是为了你 所以我知道,你今天让我失去的这个工作 你为我预备得更好的 我也不惧怕,因为我知道你为我预备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不清楚神的旨意 那我们就会开始会动摇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十四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 祂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 若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 神就必听我们 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知道神的心,知道神的旨意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祂的祷告里面学习的 我们再翻回来叶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然后以利亚三次浮在孩子身上 向神呼求说,主我的神,求祢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 以利亚第一次这么祷告,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已经将这孩子放在床上,全身浮在他身上 那他第一次祷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次也没有 第三次 神就听了祂的祷告 为什么神要用三次呢? 为什么我们不说神听了祂祷告第一次就听呢? 就算以利亚有这么一个存在的信心 有这么强大的信心,知道神的旨意 但他还是祷告了三次,因为神要训练他 因为神要训练我们 要训练我们的耐心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第一次没有成功就放弃 神会说,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神就拒绝你第一次 你没有失去心,没有灰心 你就再一次祷告 神会说,祂也没有回应你 你要说什么呢? 你可能会说,我浪费时间跟神求了第二次,祂也没有回应我 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祂已经听从我的祷告了 但不是这么 因为神有时候祂希望我们做更多次 那就算是以利亚在这里,神用三次来训练她 那到第三次,祂就听从了 所以我非常欣赏以利亚,因为 就算祂知道神的旨意到神拒绝她,祂还是不放弃,不灰心 有一个神学生 当我在五年前认识祂,祂说祂想要来侍奉神 祂要献上自己 祂想献身,我就勉励祂说,你就多祷告来预备自己 那之后,祂就报名了神学院 我就非常开心 就跟祂恭喜 那之后,我听到了祂被拒绝 他就非常地失落 那我在那个国家又再一次地看到祂 我就再鼓励祂 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这是神的旨意 如果你真的觉得神在呼召你 你就不会放弃 就算你被拒绝,你会再试一次 如果你真的有心,有决心 你会再试一次 直到他们接受你 除非如果你今天没有心,那你就不要再在意这件事情 他也听了,因为他非常地犹豫 那之后,我听到了祂又再一次地申请 感谢神,祂后来也被接受 所以,不论我们今天为什么祷告 如果你知道今天这个是神祂要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如果你今天非常确定神要你拥有 就算今天神拒绝你,神祂沉默,祂没有应允你,你都不会放弃 那所以,以利亚第三次扶在这孩子身上,呼求神 主我的神,求祢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 叫祂的灵魂融入祂的身体 叫祂的灵魂融入祂的身体 这是一个非常特...很具体的祷告 那所以这是我们第三点可以从以利亚的祷告里面所学习的 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失去生命,就是灵已离开了身体 但祂却直接地呼求神说,让灵魂与这身体重新融入 那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那以前在早期你进到医院,没有心跳就是死亡 没有血压就是死亡 再过来一种没有脑波就是死亡 但如果你用属灵的角度来看 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了身体 那我们的身体只是帐篷,是一个短暂的居住,短暂的居住 但有一天灵魂离开了,那你属世,你在世上的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那所以以利亚求神说,让神将这孩子灵魂带回来 他非常具体,他的祷告非常具体,因为他知道要怎么向神求 他是为灵魂祷告 感谢神,大家也听穷了以利亚的祷告 所以二十二节,神随听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活过来了 二十三节,以利亚把孩子抱起来,从楼上下到屋子里,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 请以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活了! 所以以利亚他是为求这个灵魂能够回来 那其实在圣耶稣教会里面,在其他国家死而复生是有的 在台湾,在中国,在非洲 有些弟兄姐妹早期遭遇了一些事情死亡,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让他活过来 这不是每天都会有的,而是在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其他国家里面听到这样子的消息 但属世的生命活过来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孩子,他很早就从死里复活,但现在他在哪儿呢?他还是死了 所以最重要的复活是什么? 我们翻到启示录 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 第五节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二十章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你有这句吗? 版本不一样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这是...版本不一样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完了 这里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头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 是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 你接受了洗礼 你的罪洗去了 你重生在属灵里重生 把你的生命重新与神连接 你在属灵里就是一个重生的人 那这样子的重生比你属世之后会死 复活还更重要 在三个礼拜之后我们会有灵恩会 感谢神我们有八到九位 目道朋友已经报名受洗 因为他们想要去参与这首次 头一次的复活 让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重生起来 来成为神的儿女 在未来之后他们可以有第二次的复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准备好 预备好自己来遭遇这样子的大事件 所以这个事情他训练了以利亚的祷告 对于妇人来说因为这个她荣耀神 再翻回来《猎王记》上十七章 二十四节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神借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这个事件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束 所以这个妇人她不只在肉体上能够存活 不只她重新得回了她死去的儿子 她现在完全地相信神人 她也知道神借她口中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所以神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不只是传道或是长职或是圣职人员 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像以利亚这样子祷告 也会有能力 神的大能也会与我们同在 祂能够让属灵里死去的人重生 我们在唱诗 406 40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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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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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